嫂子哎呀大多年不见想死我了 想我 对呀嫂子 婷婷知道你喜欢吃川菜 就给你订了一桌 全是你爱吃的 一会就送上来了 送来 华仔 今天什么日子 搞这么大的排场 哎呀你跟嫂子平时对我这么好 我就想请你们吃个饭嘛 嫂子快坐 我呀给你买了个耳环 你看看喜不喜欢 怎么还有礼物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儿子去我房拿一瓶好酒 今天好好喝一杯 嗯好我现在就去拿 阿胜 你鞋不是闷脚吗 你脱下来我给你喷喷 哎好 小方 咱都是一家人是吧 是一家人 那既然是一家人我就直说了 听说你弟弟开了个公司 生意做的很大呀 还还行吧 那就好 你看你妹夫 现在在家也没个正式工作 要不让你弟给安排安排嘛 这 上阵啊亲兄弟嘛 你妹夫也不是外人 起码给安排个经理干干 工资不用太高 两万就行 两万 对啊 嫂子 毕竟是大公司的白领 两万很正常嘛 可我弟弟那是科技公司 妹夫才高中毕业 让他去管理一群IT基因 合适吗 那有啥不合适的 公司都是咱家的 那让谁当个经理 那还不是咱自己人说了算 就是嘛 这 去我弟公司上班这事 真不好办 嫂子 我这好吃 好喝的东西都给你准备着 毕竟还有咱妈的面子在这 这忙要是不忙 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怎么就说不过去了 我说太阳今天怎么到西边出来了 原来你们摆的是鸿门印呢 这怎么能叫鸿门印呢 哥 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我说怎么刚刚一进门就感觉不对劲啊 平常我们到这来 你不给你嫂子拧色看 我都已经烧高香了 你这果然是无利不齐子 说什么了 你看我们两口子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 你作为哥哥的不应该帮我们吗 帮你 对呀 这可是你的亲妹妹亲妹夫呀 你要是不帮真就说不过去了 亲 确实是亲 但是你们怎么不想想 当初我小舅子创业找我借十万块钱的时候 您二位大生可是闹了整整一个月呀 现在人家发达了 你们就想用一顿饭 换人家一个月薪两万的金银呀 心不说我妹夫能不能做得了这个岗位 但是你们也不能这样驱饮覆试啊 现在实体行业生意又难做 任人为亲 只能害了人家 这个酒呢 虽然说不会让明白的人喝了更明白 但绝对会让糊涂的人喝了更糊涂 我看这酒啊 咱就别喝了 好 我从容宁存有一尊 像我的心宽传有一份有一份 我闹了 我闹了 你